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心的合作 当然我们已经有建交二十年 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之久 所以我想听听总理的一些看法 就是您怎么看未来中心的合作 就是大胆的设想 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的中心的关系 那第二个问题呢 因为我之前是也在教育 这方面所以我比较关心年轻人 当然中心的合作 也需要我们未来的一些年轻一代 继续地做出一些贡献 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听听总理的看法 就是今天借助这个场合 给我们年轻人 或者我们的未来下一代呢 可能一些忠告或者是一些建言 谢谢 中国是不是在国内改革方面 仍然处于亦步亦趋的阶段 但是在国际 包括一带一路和LIB这些 initiative上有了比较大的进展 谢谢 这个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我看二十五年后 新中关系取决的不只是新加坡 跟中国国内的环境 而是中国跟世界 在世界的地位 那就是说 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和平发展 能够继续在国际社会里 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能够跟其他主要的经济体和国家 能够有友好的合作 我看亚洲是稳定的 平安的 心中关系 我看是 当然是发展的最顺利的 如果不是如此的话 如果世界变成一个动荡不安的情况 或者至少是紧张的情况 那当然许多国家的关系都会受到影响 我们都希望未来二十五年 中国跟区域的关系 会像过去二十五年 中国跟区域的关系这样 不同点是 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了 快要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那中国的一举一动 都会影响到全球的其他国家的情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能够不能够继续向前进 同时继续使其他国家 接受中国的地位 中国的贡献 中国的影响力 我看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关系到的不只是双边的关系 跟我们的双边关系 因为对中国来说 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 新加坡只是其中一个 不过如果这个主要的因素办好了 那我看信众关系 就当然水到船头 船到桥头 不成问题了 对于年轻人的忠告 我看不需要吧 年轻人从来不听忠告 至于你说中国国内的发展 跟国外的发展 我想中国国内发展 我相信中国政府做了很多事 三中全会的报告是很齐全的 可是中国国内发展 要交出成绩单需要一段时间 国外外交性的一些动作 你宣布了 大家都以为是一件大事 但是其实还没有到位 所以我相信中国领导人 他们最关注的 应该是国内的发展 国外当然AIB了 还有一带一路的这些都是重要的 可是国内发展 这个是最根本的 因为国内如果出了问题 那中国没办法发挥国际上的影响力 我相信这个肯定是中国领导人的考虑